第十三节 耶律素是精神教素 前情回顾 上一节中 塞斯小友骄傲地 对自己在通灵表演秀上的 一花接木大感自豪 同时浅显地解说了一下 五维时空下浑然一体的理念 最后 古丽珍独立地完成一次 对中世纪英国小渔村人物角色的 妖势与探知 这里真做到的 可不是读取回忆 而是观看一整段 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的舞台剧 17岁年轻的姑娘死于火灾 11岁的小学徒 娶妻生子 去伦敦看盛大庆典 历史真的已经泯灭在 时间的长河里 或随着一代人的记忆 尘封在档案馆的展柜中了吗 或许我们所谓的历史 和我们所谓的未来一样 都鲜活犹如当下 只是他们都在其他的真中存在着 而我们却把自己割据在一个个片段里 面对着所谓时间的墙壁发呆 等着下一秒 随着又一次抵达降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